2月26日 一架美国联合航空飞机原计划 从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 突遭炸弹威胁 所以改到飞往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由于安全威胁 该航班不得不紧急降落 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 美国联合航空1533航班载有202名乘客 于早上6点05分从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起飞 并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44分降落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提前完成旅程 当局证实 联合航空1533号航班的乘客已安全疏散 飞机被转移到奥黑尔国际机场的偏远地区进行彻底搜查 联合航空1533号航班上的一名乘客 在X上报告了这一事件 根据该乘客的帖子 据称有人进入了飞机的卫生间 并在卫生间的窗户上发出了炸弹威胁 作为预防措施 所有乘客都被要求将随身物品留在飞机上 负责调查此事的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办公室表示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共安全或设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根据警方的初步报告 当局在飞机的卫生间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表明有人威胁要引爆飞机 作为回应 执法部门部署了K9炸弹锈炭装置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袋子 并检测到一种气味 随后所有乘客离开飞机坐上大巴 乘客的所有物品都必须留在飞机上以接受检查 联邦调查局尚未提供有关是否因炸弹威胁而逮捕任何人的进一步细节